宾州首长林冠英因为低价买房而被控后 宾州行动党传出计划解散州议会 以举行闪电周选的消息 但是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 今天极力驳斥这项传言 他解释 的确有领袖在日前举行的内部会议上 提出闪电周选的建议 但是至始至终 行动党领导层都没有深入讨论这项课题 陆兆福是在今早举行的希望联盟会议 记者会上否认槟城随时举行闪电大选的 可能性 希望联盟主席理事会今天也议决 支持兵州西盟的立场 力挺兵州首长林冠英到底 西盟认为林冠英不需要因为身陷 贪污官司而告假或辞职 西盟今天也向三名巫统前巨头 伸出橄榄枝 邀请前任副首相慕尤丁 击打前任周大臣穆克里 和巫统前任副主席沙菲亚达加入西盟 不过西盟强调 不会推举慕尤丁取代旺拉兹沙 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西盟满意旺姐的表现 希望旺姐能够继续领导在野党